就是对达民比较了解 因为没有关系 今天我来到这里 可以跟大家保证一点 如果大家有机会听到达民的见证 还是觉得义民说得很傻 我觉得这边真的圣灵充满 其实每一次圣灵充不充满 不要问我 问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只要到一个地方 会开始流泪的时候 就是她圣灵充满 刚刚在禁拜的时候 我看到太太不断在擦拭人类 应该不是因为跟先生 长期相处的流泪 我跟妳在写的时候流泪更多 这话切不下去 只要话说一下 请问一下这位 这是哪位做的 非常感谢你 如果有看过我们电视的人都知道 他写了宋一鸣夫妇 谢谢你 因为我好怕你写 陈维林语夫 那这样我回家就完蛋了 我觉得合理很重要 圣灵所示 是何而为一的心 要保守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 我们两个要同台的机会 比较少 尤其是在服饰上面 通常都是我一个人来 刚刚在敬拜的时候 在分享之前 我提一个题外话 是敬拜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感动 沙漠中的站的那首歌曲 我不知道在现场的 有谁是基督 非基督 那不重要 我也不知道妳在生活上 工作上 婚姻上 任何事情上面有任何的困难 好不好 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圣经上说 凡老苦丹重 但到我这一半 我就可以使妳们得安心 妳们当负我的恶 因为我的 但子清晨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觉得 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 就是信心的功课 好不好 其实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 无论是基督徒也好 非基督徒也罢 我们是不是可以 将我们的难处交托给神 我们用我们的信心 来想平安 而不是用信心 来去感困境 因为主是平安 阿们吗 阿们 这是我刚刚用了一个很深的感动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 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平常呢 大家看我们当时也电视剧 还有我们夫妻呢 在电视前面的斗嘴 那不是真实的字 那是一个前面的效果 今天我们要把真实的字 完整的承认给大家 没错 那是只是假象 有修饰过 那不是假象 我